再过几天就是一年一度的中秋佳节 而在月圆仍团圆的时刻 为了要让在石门区内的独居老人 以及弱势民众 有一个温馨的佳节度过 今天上午由石门区长 带领着区公所人员 来到了区内的独居长者家中 将月饼以及日用品送给他们 那当然中秋节也要到了 我们石门区针对我们石门区的独居老人 有61位 我们也制装月饼啊面条啊 还有一些烟麦片啊这些食品 那当然我们更贴心 我们有准备了酸痛贴布 还有不求人 希望他们能够有一个 很快乐的中秋节 中秋节要交给我们送一些东西来 给你贵借啦 那你平常是一人大吗 我都给你一个 人家的女孩也没钝 虽然是一个人独自住在家中 看着房子里简单的摆设 高龄的长辈对于在今天 能够有这么多人来看他 脸上的笑容一直都没有停过 此外取公所除了在今天来探视独居长者之外 还将市政府所发的重阳礼金 亲自送到七位 超过九十九岁的人类家中 那今天我们代表 我们新北市长朱立伦先生 来针对我们一百岁的五位 还有九十九岁的两位 老人家我们来制证重阳敬老礼金 来祝他们重阳节快乐 也祝他们身体健康吃百日 曲公所表示 这一次对于区内的五位独居老人 区长都亲自将中秋的心意 送到他们的手上 不过最重要的还是拜访中的关心 也希望经由这一次的关怀 能够给这些长辈过节的温暖 记得选意 律师们采访不到